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今天的智學費興起舞 今天這一場其實是比較臨時的 然後當然我們也不敢做太大力的宣傳 免得有爆場 那今天非常高興請到李曲中先生 以及我們的魚潭人詹偉雄先生 讓大家先給他們熱烈掌聲好不好 他們兩個都算是傳奇人物了 然後他是做了非常多關於文化 然後關於文化以及媒體上面的事情 所以他也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新的視野 然後大家也知道最近有些在捷運站上面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買那個大志 那大志其實很驚訝是應該都是年輕時代 很多高中生也去買 那跟我們現在的閱讀習慣完全都不一樣 現在有新的閱讀習慣 竟然還會有人去買這些 買這些紙本的雜誌 然後當然他還有一個社會企業的企圖 就是適合能夠去幫助那些街友 所以每一份你們買的大志的一百塊 大概可以有五十塊是給街友的 那所以他也是讓這些街友可以有一些自己應生的方式 然後也讓我們想像說 有另外一種思考媒體以及跟社會之音的關係 那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請詹偉雄跟我們講他 從大志的漁人世代開始一直講到 他最近在抽資料出的那個週刊編輯 那週刊編輯的也菲爾森也是等一下他可以 會跟我們稍微分享 李曲通先生 李曲通先生 他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整個過程 那另外呢我們也請到另外一位重量級的人 那個詹偉雄先生 他等一下當然是 他是什麼都可以講的人 所以大家也會聽大家的討論 以及一些對他有所觸發的東西 以及李曲通先生他所談的問題 針對他所談的問題 他會提出他的一些回應 那我們就不耽誤時間 我們先熱烈的掌聲 歡迎李曲通先生 好 其實我今天講了跟時間那場應該講的差不多 你可以要不要先離開 然後今天很高興可以跟詹大哥 他也有機會可以路過座談 然後一起來聊這個姪梅的部分 對 我發現大家在座檔上很多其實是比較偏大致的感覺 但是我今天其實主要的目的其實是在宣傳那個《週刊》的面積 不過會緣呢 其實我目前安排了很多座檔 然後其實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說 《週刊》編輯在一開始的時候可以取得比較多一些資源 然後可以走了稍微久一些啦 因為我覺得它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大概介紹一下為什麼做大致自己的 然後我接下來又做《週刊》編輯這個一個心理歷程 然後今天聲音稍微被撒癢 因為一直有點過敏 一直打半天 然後剛剛吃了一個那個 濕濕疑鹽椒 所以有點灰塵的感覺 好 那其實一般來說 我的講座有時候一談都會講到一半到兩個小時左右 但是其實今天這樣都在 我好像很多細節的部分 我不想要組別太細 所以很多部分我可能很快會帶過去 那可能留一些時間 可能我可以針對自己感興趣的部分在做一些提問這樣子 那在陸法山很多其實都還蠻熟悉大致雜誌的 但是在七年前 2010年4月1號創開 那其實我們第一期就有訪問到那個安埔 雖然他現在用本名 本名阿浦遣叫張璇的時候 其實我們第一期其實就有採訪到他 那其實我對他其實還蠻感謝的 因為以本雜誌的創開來看 那第一期如果能夠去邀請到一些比較受歡迎的藝人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對雜誌是有幫助的 那同時呢 其實很多藝人 尤其是他如果已經有一定的知名度 通常只有在通告期 或是可能比較好翹 因為他們可能時間都排得很滿 然後有時候 他也會評估說 你這個媒體有沒有效應啊 你的讀者有多少 發聲量有多少 所以他願意在我創開他的時候 其實就願意接受我們採訪 我那時候他有一些社會性 我想說或許可以幫助我們 但是我們對他很抱歉 就是我們已經採訪他了 但是他不是後面人物 因為我覺得雜誌或是很康 從一開始 我們還是希望把針對著讀者 他的面貌 或是我們對他的想像 講得清楚一些 所以那時候就針對這個讀群 我大概設定是在18到35歲這個群群 那在傳統人口統計上 他們被歸類為叫Y世代 那我是S世代 對 然後在上面大概就是在歐洲的一場世代 那這個世代其實普遍受到上 不管是我這個世代 或是上個世代的打壓 不管是被叫做草莓煮啊 或是說你們好像還會使用文字啊 或是說好像不是那麼想要工作啊 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一樣啦 其實這些群群或是我們上個世代 也會加到我們身上 那因為每個世代都會用自己的價值體系 自己所擅長的部分 然後來解讀下個世代 然後希望說下個世代是不是應該跟我們一樣 但是這種解讀大部分都是錯的啦 對 所以那時候呢 其實 但是為什麼會特別正規這個族群 其實也有它實務上的因素 我講的實務上的因素就是 大家知道大致上是一個街豹 那街豹都是透過那街頭判售一些判售員 那以街豹發展的歷程來看 大部分都是延續著大都會區的公共運輸系統外圍判售 那一般來說 就是通勤組 就是譬如說 捷運 火車站 巴士站 或是一些藝文的區塊 就是人場會流動比較多的通勤組 所以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 比較常會去搭車的 搭捷運的 大概就是以大學生 或是剛出社會的上班族居多 那可能三十五歲以上 它可能經濟有些基礎之後 或許它可能會搬你 或是自己買車 所以它不一定會有那個機會 會碰到我們的販售員 所以實務上的角度來看 其實它是很直接的 我們就定位在這個年齡層裡面 那只是說剛好它也是屬於另外一個世代的開端 那時候其實 我覺得事情很多都是在 都是 我們不能講冥冥之中啦 但是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一直在想某些事情 那你都會特別去關注到 或是注意到某些的徵兆或之類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 其實我在 2009 年 11 月去英國 然後取得那個名稱的授權 回來之後 2 月份就成立公司 那那時候就已經設定好的目標是 希望 4 月 1 號 就去預言節 然後那時候發看 然後那時候剛好透過網路發現到 XD叫它有這個演講 那我覺得它最後送給 異業生的 這 Stay Home with Stay Fush 我覺得還蠻貼切 我們要辦這個雜誌的內容精神 所以那時候就把這個 直接研磨下來 然後後來當然就會針對這個的解讀部分 再更進一步去理解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 Stay Home with Stay Fush 我們如果查網路上的翻譯 大概就是求知若基 虛懷若之類的 就是比較老派 但是它問題不是在老派 它問題是在... 欸...講老派 它問題不是在這邊 我覺得我至少以我自己的看法 它不是用這樣的翻譯方式 我一直都比較傾向去直接 就是保持飢餓 保持未知 那一個是身體層面 一個是心理層面 然後... 因為我覺得求知若基 好像又把這個知識的渴求 把它放得太大 那我一直不覺得是這樣的狀態 就是人類進入到數位時代之後 其實整個資訊的累積跟傳遞 那個其實是一個曾經大包招的狀態 那我躲避這些裡面的資訊 都來不及了而已 還要去一一去處理這些資訊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 所以呢... 保持肌肉保持未知 在生理層面我們會希望說 你回歸到比較原始的面貌 你譬如說 你把自己喝了兩三天 你去登一座百月 因為百月通常可能要兩天 或至少三十天的時間 你在下山之後 你第一件事你喝了第一口飲料 你吃了第一口飯 你可能都覺得 原來這麼好喝或是很享受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 應該怎麼講 我們雖然處在相對物質比較豐富的一個時代裡面或是環境裡面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的確 我們會讓生活中這些東西就很快的過去了 老實講 我不知道 現在上次吃的東西 食物食量它的味道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的確是要讓自己稍微 回歸到比較原始的狀態 或是在生活裡面稍微有一點警覺說 我現在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把那個關注你的感官感受 放在做這些東西上面 或許你才能夠真的去體驗 體會這個東西帶給你的真正感受 那保持未知其實也是同樣道理 就是不管說數位爆炸也好 或是任何東西被賦予名稱 被賦予性 或是你知道它叫什麼 但是我會發現 其實大部分我們都只知道它叫什麼 對啊 因為你不用來不及消化什麼東西 你知道說這是誰 這是誰 這是什麼花 這是什麼植物 這是什麼動物 但是大部分都只知道這個名稱而已啊 但是只知道名稱 我覺得有一相對性的一些危險性 我講的危險性就是 任何名稱 隨著傳播 隨著使用者的身分 其實它會有各自不一樣的解讀 然後最後它會 它會澄清某些的意識形態 或是價值體系 那有時候你知道了 但是你會一併把那個感覺 價值體系會把它稱讚下來 但是那不一定是你自己對這個事物的真正的看法 所以一樣的 我們會希望讀者 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我這些東西 你就真的去搜集資料 那如果是實體的東西 你就是真的去接觸它 去看看它 我這個花的顏色 它的花的味道 它的觸感 用自己的方式去 去建構自己對這些事物的真正的感受 所以基本上它的精神就是在鼓勵大家 回歸到比較原始的面貌 多去體驗自己的人生 因為任何人沒辦法去體驗這件事情 對 好 這是它整個人緣起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 所以我剛剛有講 其實在往回追的話 大家會知道 其實 就是 State John 他講的這句話是來自這個雜誌 POWERS 跟就是全球行路 大家這樣辦 然後呢 誒 突然跳到這邊 State Humphrey 是大致所沿用的整個內容精神 但是我這一次辦的座刊編輯 其實我們是沿用這個部分 我自己感覺是稍微有點往前快步 所以一方面 大致雜誌希望大家都是體驗這個事件 但是一方面呢 我覺得就會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不應該停止探索 我們所有的探索 最終將回到我們的起點 並立即了解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回歸 跟對這個事件的重新審視的感覺 那其實 這兩件事都是有它的因緣連結在一起的 都是發生在1968年 這是真正一句話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這樣不要講太久了 這個 這個它桌面上 這是Stuha Black 它桌面上那一本就是 《全球行路》 然後這裡面我有引用它一句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1966年的時候 對 它說它遞了點LSD 大家知道LSD是什麼嗎 既然大家會點討 好 它是某種的迷幻藥 但是我不太確定那時候是違法了是不是 還沒有被禁 已經被禁了嗎 不是它早期在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們從來沒有合法 真的嗎 還是沒有被禁教 不是也 也好 所有的都用我 它的意思是說 因為其實最要回歸到那個年代的氛圍 因為在1960年代其實是在冷戰的時期 然後呢 美蘇在太空競爭嘛 然後因為二次搭訪結束 使用了兩顆原子彈 然後也有那個 核武的威脅存在 像前陣子的VBC 他們有放出一個那個影片 就是在1960年代 訪問那些小孩 然後說他覺得2000年的時候 世界會發生什麼類似這樣的體委 那很多人就說 可能只有核 會裡面那個核子武器這樣子 會有這種 因為裡面大部分有將近 有八成都是比較負面的 對未來 其實那時候的確有那樣的氛圍在 對 就覺得美蘇一出 其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核武 對 那 那是因為 也是因為太空競爭的關係 其實那時候人類 就已經有太空競爭在 外太空裡面拍地球的照片了 但是可能就一直沒有很公開的發布這樣子 所以Brandon就覺得說 那為什麼不公開這個照片 因為他覺得如果公開這個照片 他可以彰顯一件事情 就是 當我們人類從外太空再回過來看地球的時候 其實地球並沒有國家疆界啊 有沒有一些體制之類的 有沒有人種種族啊 性別的一些區分 那為什麼人類彼此之間 因為體制的關係 開始有些格額跟糾紛存在 對 所以他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一直講說 不管是大致或是中看偏情 我們就其實是回歸到一個 比較物樣的視角 就回歸到人的視角 從一來解讀 目前我們所處的世界 對 而不是趁其現有的體制結構 來做這個東西 對 對 那這就是全球行路第一期 他在1968年的時候發行 他前的行路其實總共發行了大概七期而已 那顧名思義他叫全球行路 他基本上就真的是行路 那他第一期基本上是一個書單 後續之後有納入一些物件進來 但是第一期都是書單 那他停他不是因為賣不好 其實那時候對資訊的可求其實是蠻大的 他每期大概可以賣到兩三百萬個 對 所以他其實某一時候也影響了 那世代的某些人 對 就包括蔣博士也受到他的影響 那他稱呼是他們那個時代的谷歌 因為他的內容非常的包了萬象 等一下可以看到這部分 這就是他的書單的內容 那我覺得呢 其實基本上他是有一點打忍啊 就是 嗯 我覺得他開這個書單的議談 有點像是 如果某一天國家體制不存在的話 我們回歸到一個人類 怎麼樣存活在地球這一顆行星上面 他是透過這個方式去開始去說 那我們要需要哪些的知識 所以開了哪些書單這樣子 那 所以呢 第一個部分就是了解全系統 他裡面有提一些富樂的學說 富樂裡面提到的很重要就是 他覺得地球就是一個很巨大的太空船 那所有人類其實就坐在這個太空船裡面 在這個宇宙裡面這樣飛行 那既然是一個太空船封閉的系統 然後裡面所有資源的使用都是非常可貴的 所以一定要利用最少的資源去達到最大的效能 那同時呢 最好是他這些資源可以永續發展 對他的學說 所以這裡面 第一個就是了解全系統 裡面有開了很多的書單 裡面很有包括像 空船集中隊他有致敬這個片 所以都是那麼蓄的 補看世界表面解剖 然後再來就是住房跟土地的使用 對 你只要去建構一個空間 然後裡面很細啊 還有碎木機的使用 帳篷的選購 阿丁油燈 對 然後美味野菇 野菇的採集池來 蜜蜂文化的解碼 那時候就已經栽種有機蘇果指南 就有開了 對 那再來是社區的部分 有包括漢俱社革命 然後開一個小說 雜雄我寶 對 像會者報告 然後工業跟工業的部分裡面 就有一些工業器具的使用物 金工具行路 礦工挖掘行路 暴獵物 製作工具書 對 對不起 這裏 這裏 破光子指南 露皮的製品 那再來就是 溝通跟傳播的部分 裡面有些無線電的使用阿 美國攝影師雜誌阿 其實這個你們如果上網去Google 你們可以找到全部的資料 然後花了小錢應該可以看到全文 對 那再來就是 一些遊牧生活 就是一些野外求生的指南阿 然後錄影 雨目 做聖經 簡訊錄影 DIY 出發法 背包上街 世界溫泉地 然後這戲道也放在這裡面 國家異頻道也在裡面 再來就是學習 我們去教導小孩 學習一些邏輯 然後裡面還有包括冥響 禪 禪中跟禪中的作品集 然後易經流被寫在這裡面 對 所以你可以從第一期的書單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覺得它還蠻無征服助力的 對 就是想像說 你把一個人丟在這戲區裡面 你到底要怎麼做過 跟其他人重新再相處 這種遺憾在裡面 那Stay Up with Self-Wish 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它 這應該是最後一本 1974年發行 然後它就用了一張 像今天小朋友的照片 然後就打上這個字 對 好 那其實1968年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從外太空去看地球這個異象 另外 2001太空漫遊 它其實一開場就是用了這個異象 有看過這一部影片嗎 對 怎樣 是 是 蛤 你有看過 是 對 這個其實在電影史上還蠻重複的片子 但是現在來看 不過前陣子又重開了一篇 我覺得其實還 就算是現在來看 我覺得還算蠻新的 對 這個感覺 然後它 一個 它就是一個地初的畫面 因為我平常知道月初嘛 日初 但是它是地初 就代表地球從月球表面上面升上來 然後太陽在從地球的後面升上來的畫面 然後搭配那個喬響樂 查拉圖特拉圖示說的 對 對 我有播放 它等一下是一個很大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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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依你的播放其實已經變成沒有面 可是要看你目擊的心目才能 你身份感覺 會保養燈 會保養燈 方便 12 13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其实这一幕在南亚,有没有看过宅男行不行吗? 有,有 对,里面有一几个,那个修的都鸡皮疙瘩,都鸡皮疙瘩 好,那这回归谈,其实我觉得这两波片有一程度上,会发生宅男的时代,石头背景里面,的确是有一些省湿的意涵在,对 然后呢,这边再谈到说,为什么会想要做周三编辑 那,其实大致杂志在街报组织里面运作,算是运作还算是顺利,而且还算是成功的 那我也会这样讲的是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国际街报联盟,INHP 里面大概有一百多份刊物,大概一百多份组织都是用解报的方式在发行 但实际上能够用社会器的形式,自己自主的啊,实际上说并不多 大概一两成,可能不到两成,对 那大部分其实,就跟大家所认知啊,你要透过卖杂志啊,然后让整个组织可以运作下来 基本上其实很困难的事情,但大致杂志在台湾2010年4月份创开的时候 第一期大概卖了三千多版,然后第二期卖四千多,再五千多 我们大概几乎是用一个月,成长一千份的销售量 然后,所以我大概大概一年半到两年左右的时间 就是达到了大概一万五到两万的 那我觉得如果说,在一个比较新的结构啊,杂志的结构 比较新就是人力,不要用那么大的组织结构里面去产制一个杂志 然后实销不错的话,如果你可以卖超过一万五千分的话 或许就有可能会直接,就是通过零售的收入,大概就可以打平了 那这一部分的大致杂志大概花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在还没有达到之前,我还是一样,就跟所有创业者一样 还是又历经一些资金周转,跟人家借钱的状况,这都有 一般创业者如果不是有很大的资源的话 基本上还是会面对到这部分 所以那时候其实,一年半到两年之后 就觉得说,其实在台湾赛斯杂志的发展,应该也是算取得很错 然后呢,其实,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 平均大概每个月大概可以卖三万本左右 三万多本,因为如果再加上我们的月益 那其实这个数量在台湾杂志目前的现况来看 其实真的算不错,它不是普通不错而已 但大部分人会解读说,杂志杂志因为它的社会性 然后具有公益性质啊,或是一个 它受了一个工作机会这样 不可会演的,其实所有的社会企业都有这样的性质在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光是要去买一本杂志杂志 它是一个非常难买到的杂志 所以如果大家有那么大的热心跟爱心 每一期都去买的话 我觉得每一期大概了不起,卖个几千本 而且如果大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照我说,所有的介绍组织 应该都会活得非常好才对 所以的确是有,就对我来说啦 其实,我会答应到说 的确是,其实以年轻世代 因为大家是针对的是年轻世代 其实年轻世代的资本媒体 或这样的杂志的需求 对我来说,就我自己本身的经济经验来看 我觉得是有的 那并不是像外面想像说 可能真的没有 只是说当然,因应到目前的年轻世代 他们的内容,他们的价值体系 他们的美感体验 或许必须要去展现在这一部分的插幕上面 那,所以再回顾后来 为什么会想做盘编辑 是因为 因为我以前其实是做网顾的 我在1997年第一份工作精神资讯 那精神资讯那时候代理的 一些资料库软件 然后另外他有代理一个 网顾界的非常重要的软件 就是Netscape浏览器 对,那台湾叫做网集浏览器 然后,我觉得很多都是一边的机会 我这边很快交代一下 其实我大学毕业 然后毕业之后不晓得做什么事情 然后就当兵 当兵的时候 我觉得说好像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当兵 大概快点没了时间 那时候政府一直在鼓励大家欠职业 那我想说,那我就把它当我职业来当 因为我现在出来不晓得干嘛 所以就欠他去了 所以我当了上年半的兵 退伍的时候是在 顶东房苗春山 一个独立年队当园长 对,然后退伍下来之后 想说要找工作 就上台北来修了 新府会的课程 新府会有开拼电脑应用软件的课程 里面就包括office的整个系统软件 然后另外包括一些多媒体的制作软件 绘图软件、风向、所谓 都是在那时候学的 然后要结列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逛课 就是自己的作品集这样子 然后呢 那时候开始找工作 就打开地板屏幕 就看到这样 第一个网页 就有在真的 所以我就打电话去问说 有没有有机会可以去面试这样 然后他们那时候可能找人也蛮急的 就说那要不要下午不来面试 就带着我们的那个光点心理开头 然后过去看一看之后 然后聊一下 然后我们以前的时候可以工作 上班 我说都可以 然后就隔天早上班了 所以我人生第一次的求职经验 就误打误撞 然后其实就进入了 其实那时候也不算 他们那家公司应该算软体公司 但是我进入了 其实是负责 初期是负责网景中文站 就是那个Let's go 留在中文站的讯息的更新 然后隔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我们退出了奇魔站 我前一天才跟奇魔站的创办人 那个David 大伟 对 因为他也是我学长 他是东海化学的 对 大伟基建 对 然后 早期的奇魔站 其实只有几个主要服务了 新奇 摩登 新闻 网站 目录 都有网路搜寻 那我负责的其实就是新闻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命运之中 科务大众 其实我算是 网路非常早期做新闻 媒介 但是那时候 有点像是网站师 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奇魔本身不是媒体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到各个媒体网站 国内外网站 去挑选 我觉得重要 或者自己喜欢的新闻 然后把它建立 超连结在奇魔新闻频道里面 我就主要做这个工作了 那后来就一直带在网路界 到微信超媒体 然后后来就成立热多 一直到2009年 所以有这一份奇远在 所以其实后来 一开始我其实的 随着网路发展 我一直其实是在做 网路服务的规划 然后界面设计 以前热多的 热多开店 热多开卖 热多部落格 热多朋友 界面 当然都是我设计的 然后 因为要做服务规划 所以整个界面的流程 也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后来才自己觉得说 好像我 对一些文案啊 对设计啊 比较感兴趣 所以后来 我们热多有做一个 叫热多新闻创 在2009年的时候 有拿到 《荣路经手指》 你录大奖 然后那时候 才有跟我说 那有没有考虑要出版 一个实体杂志 这样 好 再挑回来 就是 然后在两三年后 就是大志 运作两三年后 它竟然已经取得 一个不错的发展 然后 但是呢 以大志的 系列组织的形态来看 它基本上是 社会性 大于媒体性 就是 大志 我们刻意不把 大志所有的内容 放在网路上 虽然我自己本身 是从网路 再回过来做 做资本 但是我们 大志的内容 是不放在网路上的 然后另外 大志的订阅价 定的比 是零售价价贵 大志一年的订阅 会是三千块 纪录是零售价三倍 然后 不开放 有个人订阅 给一些组织 公司 行号 学校单位 所以呢 其实一般来说 大志杂志 当期的杂志 大概到月底的时候 大概都会卖 超过九成以上 大部分 那我们现在发行了 大概九十七 有库存大概只剩下二十七左右 大部分我们讲的没有库存 就是杂志真的是卖完 它不是被销毁掉的 所以 以媒体的发展 来看的话 我觉得 它的确在大志里面 你自己觉得 会收到限制 所以那时候 大概在五六年前 那时候我已经有点想说 要不要再做一个 新的媒体 因为之前在乐多 其实 我们其实还有在 自己家里做一个 新闻平台 但是后来没有退出来 那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那如果再做一个媒体 因为对我来说 其实 做媒体是做媒体 媒体跟媒介是不一样的 媒体是经营一个内容 你可能基于对这个世界观察 或是我现在开始提醒你做个媒体 但这些做出来这些内容 它要透过什么样的媒介去传递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呢 那时候就想说 因为大志已经做紫媒 然后是杂志形式 那时候就开始想说 要不要做 就是 道指形式的媒介 所以呢 其实那时候 已经开始偷偷的 在大志里面做实验 所以我们在第三人七起的时候 我们就做一个大开本的主题 就那个主题 我们把它努力出来 做比较大的版面 做编排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经验 做编辑里面 我觉得编辑主要工作 有时候都在做一些平衡 就不管是内容平衡 图像图文的平衡 就 比较重的东西 我们会适度想要稍微软化 让它比较容易阅读 比较轻的东西 我们希望加成它的重量感 对 那其实 版面形式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希望尽量取得 它版面看起来 阅读上面的动线啊 或是视觉上是舒服的 真是很重要 所以 那时候开始 尝试做大开本了 那第一次做 我自己觉得 没有很满意 然后设计也非常的痛苦 因为 大开本的设计 非常困难 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海报的设计 它是有阅读的延续性的 所以视觉要怎么转移 然后另外是图文的比率 跟杂志是完全不一样的 杂志的开本 最多大概就打开一个对页 那报纸是四倍的对页 就是单页的八倍 所以 那个整个的 呃 版式的规划的规则 是完全不一样 而讲的版式规划就是 譬如说 我们可能固定了 三二师 四男士 五男士 或是 然后 里面的 图文的间隔 蓝 杭 具 大标 小标 副标 说明文 所使用的字体 自己的大小 那个都算在版式里面 那大家自己只有在做版式 出席 然后 所以那时候就尝试 自己想要做大开本的版式 但是我觉得那个 第一次的处理 其实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 我自己现在看 我还是觉得那个平衡感 没有做得很好 那他用的纸张是 比较接近我们一般 的比较厚的纸张 就是报纸的纸张 然后后来第二次呢 又在第五十五期的时候 做一次尝试 那时候我们介绍了 世界级的直报 就是 纽约时报 元敦金融时报 然后另外是那个 泛国世界报 然后卫尹报 然后配成询问报 那时候我们办公室 要翻前轮的摄影作品 对 那时候想说 这也是接到报纸 那我们再一次 再用大开本的 而且这一次用了纸 纸就比较接近报纸的纸张 那大概是四十五克的新闻纸 其实是台湾 我一家大卖厂 他们第一次用的纸 因为那时候我们当然不可能 自己为了这一期去禁止 所以就用了他们的纸 然后做编谈 那我觉得 跟第一次相较之下 我觉得天理版 就稍微好一些 然后最后一次 当然应该 就比较熟悉 就是我们用五月天 那一次的主题 抽你出来 然后那一次所使用的纸 因为这时候其实已经是在我们周刊编辑要发刊的前夕了 对 然后我就用我们所进的纸 其实我挑选纸挑选两张 一个是蛋鲑鱼舍的新闻纸 一个是高白新闻纸 那蛋鲑鱼舍比较轻 是12.5克几重 高白新闻只有52克几重 但这两款纸都蛮贵的 那台湾都没有用过 对 然后另外开本呢 我们 我选择了 日本的报纸当作开本 所以它的大小规格 跟日本的报纸是一模一样的 32寸的纸卷 对 那会选日本的开本是因为 当然因为后来要做这个部分 就稍微去研究一下报业的一个生态 那后来发觉到日本的报业维系得不错 就是全世界全十大的报纸 它实际上全十大 也有五家都是在日本 最大的是独卖新闻 独卖新闻高峰期 曾经发行要突破一千万份 然后现在大概有七八百万份 这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惊人的数字 对 那个惊人在 因为它是日报 日报 你要一天内印到 不要讲一千万份 你要印到七百万份 然后印完之后 还要分送到日本的各个家户里面去 在凌晨两点到六点 所以代表说 其实日本整个报的体系 然后它的整个派到的网络 其实非常的绵密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日本的报纸之所以能够维系 这样或许跟它的整个派到的 也是网络很绵密的关系 那就开始做一些研究 日本的资料书籍真的非常齐全 如果你们对这些顾问有兴趣 他们有了日本的报纸协会 官网上有每个年份的 然后发行料什么 他们的数据其实非常透明公开 那 所以那时候 那发行前 其实我也到日本去 去九州那边 去参访他们来自的新闻社 最主要其实是要看他们 新闻卖所 就是台湾的派报社的运作方式 因为我一直喜欢派报的形式 而且另外是日本报纸啊 他们会调查 就是大概 平均一个户数 大概会订多少报纸 目前大概 他们的比喻 大概接近八成吧 就是有八成 只有100户里面有80户 是有订报纸的 这个是已经下降后的数字 因为他们高峰的时期是超过一 就是每户几乎都有订报纸 有些会订两份报纸 所以日本报纸 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因为我不觉得他们的报纸 编得特别好看 就是我觉得就是 还是一般的社会新闻 新闻系的一些内容为主 那摄影或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特别强 但是因为他们整个体系维 细得非常绵密 而且日本的高临化现象 比我们更早发生了 所以他们的新闻卖卖所 他们的工作去做大型 一些乡间的 你其实有空可以去订阅他们的脸书 他们有时候会自己成为脸书 就是某一个新闻贩卖所 他会帮他们去换那个气质率网 会帮他们打赏庭院换灯泡 好 对 就是如果家里是那种长者 他会帮他们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们那个关系 跟叛刀源的关系 的维系是非常的好的 对 好 再回过来 所以我觉得说 既然目前报纸整个发型那么大 然后这样一个报纸的规格 被日本沿用了多年 然后那时候我当然会决定 说它的开本大小 然后它的开本大小又刚好 大概是大支杂志看不开来 就是一个跨页的大小 那我觉得这个形式也不错 我就不要好像要 要胖不胖 因为要长不在 所以就选了这一个规格 那其实这都是成本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后来 包括很多大包 然后他们的报纸 广播变越来越缩短 然后另外也有轻量化的状况 因为在整个成本计算里面 纸张的成本其实是最多的 所以它会 根本都是超过印刷的成本 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在去年的6月20号 就发行了V期 V期如果你们有买到这一期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使用了非常多 跟2001太后漫友相关的一项 跟全球形怒相关的一项 对 然后我们用了一个是 601太后漫友那一部小说里面的前言 它有一个前言 就是 那一段 那一段其实我们有请林强先生 把它读出来 你们可以在网路上去找一下 把它读出来 就是 它行为 我觉得蛮有诗意的啦 就是 它也是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三十条灵魂 然后从远古时代到现在 大概有 相信有一千亿的人 然后在整个宇宙间呢 大概也有一千亿颗的行星 所以说代表了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颗星星在天空中闪亮着 所以那个印象 虽然它讲的是一个 2001太后漫友还蛮科技的 就是探讨人类的意义的那种电影 但是 基本上它使用一个非常异小的方式来当做它的前言 所以我们就把它使用在这一边 然后就跟我们的插画家 都为它溝通说 因为我们希望去呈现这样的视觉 所以它就使用了这一部分 就是它画了一个人 坐在一个墙面上面 然后仰望星空的 对 然后 它又多画了一只猫 因为它去年 受到极英圣的委托 它们在推广阅读 然后就画猫为主视觉 因为主要有现在等我视猫 项目素食 那个封面它们重新在画 所以也画一只猫 然后它多画这一只猫 我觉得也不错 就是有读过人类学 应该会知道 李维史陀的那个忧郁的热带 它就结束在一个人 跟一只猫的短暂民事里面 所以这里面就具有人类学的意涵 对 所以 第一期的封面就是怎么来的 所以里面有一些什么 阿波罗计划 港恩师的一些照片 然后就是第二期的封面 第二期用的是 come together 第一期是一个人 然后第二期就是 两个人 就是 这个很接近我对读者面貌的想象 就是很年轻的人 然后在日常生活里面这样 其实这张照片在一开始的时候 曾经有一度想说 要不要作为超大的功能 因为这个插画家也是我们第二次合作的 二春大 然后因为他这个已经之前就有画了 那我还喜欢的 那时候跟永珍讨论说 这个也可以考虑 或是要找Rowin Target来画 或我们两个还去决定 找Rowin Target 因为Rowin Target的画 你可以看到 它就比较更精 现场会更精简 然后会接近本质的东西 所以后来是找Rowin Target 然后第二期呢 就沿用了这个部分 那里面 come together 其实是那一首歌的来源 然后 有稍微跟有小波致近 对 因为我觉得come together 那一首歌的歌词 就真的很像在描述它 对 然后就是 然后有用当那个 杨毅沙尔其林 所以他们也是有一段话说 所以我感觉 他是处在一个自由时代 在自由时代里面 没有自由的能力 对 然后就近自由的人 就这样 这样做第二期的封面 那第三期 就比较特异了 因为 刚好一开始也是一个人 两个人 第三期 我们就想说 要让他很热闹一点 对 所以就找了牛石 他其实常 是在帮牛石杂志 画插画的 Android 然后就请他说 我们想要用stay with stay different 这样做整个视觉的意象 就请他画很多人 如果你到他的官网去看 你会看到他的风格 大概这样 然后他还有把他自己 跟老婆 跟小孩都画进去 就是中间左边 那一个 跟一个小孩 就是插画加本 对 这是第三期 第三期 然后第三期 有做一个特弹 分明的特弹 然后这是第四期 第四期 第四期是一个野外摄影师 他本身有主持一个 跟全球软化 跟动物保育 比较相关的一个 分明组织 然后他其实记录很多一些熊的 熊 不只是美极熊 熊的生态 那这是灰熊 然后这是灵熊 然后这是灵熊 一张是黑白 一张是产生的 这也是刻意的啦 我讲的刻意就是 一般来说 我都会准备好素材 跟永珍讨论说 因为我要挑选 什么样的照片做封面 那其实我看到这一张 那时候我就觉得 永珍最后一定选了这一张 对 就是很实际的啦 设计会觉得这个 重量感 比较称得起来 对 但是回归到现实面 就是通常 我们自己做杂志的经验 封面很不清楚的 或是比较爱的 就是 比较迈度好 这是很现实 对 所以那时候呢 而且我们是用报纸在印耶 如果像那个城市 如果出不来的话 你连那个黑熊 你可能都看不到 那我就变成是一个黑幕 对 而且 而且我们的报纸折起来 啊 我们是这样折 所以你们只看到这一幕 那里 连熊都不知道 它就是杂讯 对 所以后来 当然我们还是说 那我们再挑一个彩色灯 对 后来就出了两个版本 这个深夜色都产生了 那的确 产生还是会卖得比较好 对 这就是这样的整个 对 视觉上有时候 还是会比较吸引到 对 然后这就是这个摄影师的作品 然后左下那张冰窗融化的 土其实还蛮常被使用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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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有跟台北来做制约合作 帮我们印制这整个的版本 地图 然后这是第五期 对 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 那有点因缘啊 就是从一个人 两个人三个人 然后用了一个动物摄影师的作品 然后下一期感觉是不是 好像要做个植物这样子 但是其实并没有特意去选择 很多时候 我还是讲真的是机缘 因为这个叉花家我们有合作过 然后之前 大致的阅历上有使用他的作品 我那个作品是个人的作品 然后那时候他在前年 前年去去年跟周志玉生 他不是有册一个站 然后很多我记得叉花家来站 那时候我们想要用他的作品 那是因为一个版权在出版车那边 所以后来就使用个人作品 然后大嫂在我们发开那一生 十期还有作品 就是植物博物版 在台湾发行中文版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 就拿到了那时候我们想要的图像 对 然后这是第六期 就是太通文主题 诶我时间多少 八点 差不多要看 差不多要看 再想到有多少看过 看部分应该没有看过 有些看过 如果带几个来 其实可以猜给他们看一下 我觉得很多东西 还是要实际上看过 我们都知道 就是基本上 我们报纸是有分绕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 很多人 固定是 绕就是 如果报纸出九张好了 那我可能就会三张集结一起 变成一绕 所以他可能就有三绕 那我们其实大部分 大概都十张 所以我们大概是 三四三 就是 三张一绕 四张一绕 跟三张一绕 那第一绕呢 我们在整个内容区格上 第一绕 通常都是介绍 比较偏体制面 我讲的体制面 就是报道一些 国内外的 新闻事件 议题 评论 都会放在第一绕 所以这边 这边就是第一道 然后有经济面 也是放在这边 然后有色恶 然后第二道就是文化面 文化面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些厂物 电影、音乐、艺术、出版、表演、舞蹈、体育 我们都算在文化面里面 所以第二道的内容是最多的 我们给他四大章 然后这集刚好介绍了春生 因为春生那时候 就是宣布 把纸本的品刊的 这集指出在我面上版本 然后那时候呢 有一个分离组织 就找了他们历届的 艺术总监 来谈春生 我觉得机会难得 就请我编辑去授权下来 翻译 结果这边有一万多只 我们几乎跨了三个版 才有办法把它看文 对 这是第二道 然后第三道就是 生活面 就是举行人类生活的周遭 跟自然之类的关系 生物、植物 都是放在第三道里面 所以第三道有一些 那部分其实都有三的翻元 然后有饮食、食谱的翻元 然后还有定时节目标 跟气象目标 虽然它实际的作用不大 因为我现在是月潭了 我们其实 目前还没有能力 进入到双周 或是以后的目标 走不看 但是我一直觉得 就是 我们看出节目标 跟气象遇到 会让你自己 跟生活、现实的环境 会比较贴近一些 所以它的资讯可能 是比较旧的 然后三一起 其实有多一个 做一个别册 就是编辑的书品 其实这一部分 就有点想要 仿靠有时的书品 这样子 他们在周末版 会做一个有时的书品 别册 然后就找 天赋正来当后面人物 因为艺人的部分 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说 那么快 或是那么直接 就让他们出现在 浩子的头版 因为我觉得 那个感觉也是不一样 你能够撑得起 那个头版还会睡不着 所以我们都把它 用在别侧的编面里面 所以 书品里面 当然就有包括一些 书品 书借 然后 书灾 然后也有 作家的访谈 还有牌要绑 还有一人的访谈 全部争 这也是请 测试 并可以用来拍的 然后 这是一篇文章 但是讲 阿里波特二十周年 然后书的设计 然后另外我们有那个 转载了 若宇君的最新小说 这是《匡超冷》里面 一篇超冷的 我觉得那一本不错 就是大家可以去买一下 匡超冷 大概是这样子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快乐 其实一般来讲 我不想这边出百页多不多 一般来说 我们杂志啊 的议制方式 大概不外乎 大概是屏障机 或是商业轮转机 那通常商业轮转机 是用在 可能发现要比较大 需要议的速度比较快 那 要把议单 就是用屏障机 比较多 那报纸不一样 报纸通常是用 硬报纸去议的 不是用商业轮转机 硬报纸的好处是 它议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它同时呢 大部分都是两张或三张一起印 所以它下来是一绕下来 而且折好 那 硬报纸 但它的缺点是 硬报纸 它 因为它速度很快 它用的是冷故事的游默 所以 通常你在看报纸的时候 虽然是冷故事啦 但是还是 不会那么容易附走在纸张上面 所以你就很容易摘在游默 然后有时候 你觉得 色比较 没办法变量不准 对 但是我用的不是用硬报纸 我们用的是商业轮转机 就是用 那 商业轮转机的好处是 它本来就是 有些大概的杂志 就是会使用像 天象商周啊 大概就使用商业轮转机 然后它的设置也不错 因为它是用这个故事的 所以 念完之后会有一道烘烤的过程 会让游默附走在纸面上 所以它颜色会比较鲜艳 对 所以比较不会沾的默默 但是缺点是 它没办法 帮我硬成一绕 所以我们现在手手上的 使用的人都去靠 而且他们要把报纸先看开来 因为下来之后 都是叠好这样一张 所以要先看开来 再把三张叠在一起 之后再折回去 这是我们请 词汇匹物工厂的 等到我们的同志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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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不会一次就全部出完 所以我们会请他们先折几千份 然后先出 对 那一天大概都可以折个两三千份 但这个数量如果未来我们才发现要大的话 应该会不服时刻 所以我还在 其实我们已经有找一些解决方案了 我们有跟中国那边 他们有一个自动配电的机器 然后因为那是特殊规格 它要再架口 然后最近好像已经快好了 他们会请我过去再验收一下 但其实是我们进了个机器 我们还是会 一部分会透过他们来做 对 那 对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 那为什么不用印报机 是因为 其实国内印报机没有我这个规格 我们使用了比较宽幅的规格 然后 其实之前我去一个印报 那个 在土城有一个专门在把人家印 然后 其实 纽约时报的国际版 都是在他那边印的 然后台湾一些像书记时报 有没有印报 明报还是什么报 还有被发的 明报吗 不是明报 不是明报 还有另外一个 上次我在西班牙有看到 我记得是乃古 它只有出两张的名 就是国内一些比较小型的报纸 大部分就集中在他那边面 然后他那边的要求就是 就是用他们同样的纸 所以台湾其实很多一些纸 就是跟有时在台湾发的是一样的纸 只是说 他那时候我刚 我一直说服他说 麻烦用我进的指令 因为我进了两筷子 我想要有一些市场去的 规格不一样 然后后来找厂长来研究之后 发现到说 他们的字板没办法制到这么宽 所以如果我上机的话 我的左右两边会在我内缩 然后另外他的裁斜线 每一转的裁斜线又不这样高 所以我实际上版出来 就会变得是一个很奇怪的 上面跟旁边都是空白的 所以后来就放弃 用一包机的方式 然后有好有坏 坏处就是 但这个是多出来的外层半 然后输都会比较慢 我其实已经讲完了 所以 这个就是我整个集料的规划 然后最终最终 我稍微广告一下 这个是大致的 如果你们还没有加入大致的粉丝 然后把我们按个赞 然后我觉得大致之所以 因为我们很少做宣传 大部分都给我脸书 我觉得大致可以运作不错 一方面可能也是 我跟艺人的关系还算不错 所以 有时候我们采访完之后 他会在自己的脸书上 帮我们做宣传 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到阿信 郭彩杰 张选 苏达绿 然后清风 陈奇珍 陈富珍 文以安 SHE 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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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些被罵 但是他还没有当选总统之前 其实那时候就有在脸书上帮我们宣传 对 然后我们其实 参访完之后 都会请他录一段话 问候汉兽人 因为我们每个月 也会有汉兽人的聚会 就是会 我们会跟他们简报 下一集的主题内容 然后有一些重要宣布事项 会透过这个 然后另外会有一个 小型的 简单的庆程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会放给他们看一下 因为大部分他们 是六家出门的BIG Tissue的贩卖人们 新年快乐 但不论他们其实不一定 对这些艺人会熟悉 因为我们的饭兽人 平均年纪 大概55岁以上 对 他们喜欢的艺人工 其实不太一样 嗨 大家好 我是夏先生 要出门BIG Tissue 嗨 嗨 嗨 跟你们敬礼 各位BIG Tissue的 饭兽人们 嗨 各位饭兽人们 大家好 我是这一期的 工业人物 唯一安 你又家很开心 这位大师的饭兽人 三次奉务 你又家很开心 我又来了这个BIG Tissue 应该是我第一 第三次 第三次很开心 对第三次 不过他第一次 其实不用 不是用本人 他其实第一次 我是请周俊森来画 因为那时候周俊森还在英国 他在英国 后来他回来台湾的发展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请周俊森来 那再先去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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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你们好 大家好我们是 SAG 我们是大志杂志的九月号封面人物 是的 这阵子那个天气多变化 有时候很热 有时候会有开风 所以呢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健康 或补充水分 然后呢也要记得找这样的地方 对 要不周俊森好好照顾自己哦 嗯 辛苦啦 他们其实三个真的还有过去 因为他是 第一次录就录完了 对 他们自己会接话 很厉害 因为当我们艺人 其实都是我拍摄的 他们有时候会 讲讲讲 讲到第几次大概比较顺一点 然后他们三个一次就完结束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哈啰 HELLO BEING EASIU的伴寿者你们好 我是郭伦梅 好 最后一个影片是最重要的 你相信在座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收看编辑 然后我们放在哲哲的有一个主影片 那个是有剪辑过的 因为哲哲希望说我们影片控制在1分30秒 但是我们的原始影片这一片是2分半 那我们好不容易把它剪成2分钟 没有办法剪成1分半 所以他哲哲那个是2分钟的版本 然后这个是完整的版本 2分半的版本 对 对 这样的警告 对 多久没有看报纸了 记得以前很喜欢看报纸 总是仔细的一则新闻一则新闻 一篇文章一篇文章慢慢的读 但慢慢的 开始感觉到世界跟他们说的不一样 慢慢的 开始真正透过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慢慢的 开始努力去建构自己希望看到的世界的样貌 于是 才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了 但报纸 仿佛并没有跟着我们一起长大 我想要探索人类世界的真实面貌 我想要揭开成就体质覆盖下的假象 我想要见证人类的勇气与好奇心 可以到达什么样的地方 我想要分享那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情感 我想要感谢那些带来种种美好事物的人们 我想要悼念那些曾经陪伴着我们的人事物 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而不一样的个体 但我也知道我们有共同关心的课题 我们努力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安身定名的方式 我们住在同一个蓝色的星球 我们愿意似同一片蔚蓝的海洋 我们想要把这些自然的美好守护下去 所以 我想要把这些重要的事物剪下来 我想要透过身体的动作 去记录下这一刻的感动 我想要记住 曾经有过那样的事 那样的时期 那样的我 我想要一份属于长大后的我的报警 一份新世代的报警 订阅你人生中的第一份报警 谢谢 我们的 谢谢 我们的整整的极致订阅还在持续中 现在感觉好像已经超过很多 但是因为我们定了一个人地的标准12万 怎么可能 所以我们目标其实大概还有一半 对我来说 我会希望这一波里面大概可以充到大概 一万个订阅户吧 因为如果要用作一个报警 当然一万个订阅会 可能可以少赔吧 应该没办法赚 但是可能下一个少赔 但是少赔 或许就是可以 能够尝试久安 大概是这样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不知道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愚人世代的延续 不然但是还是很感动 他做了这些事情 对某种细节的要求 或者说对某些东西很 很简单的去坚持一些事情 坚持他认为理所当然 没有妥协太多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请展伟雄先生 对于大致到周刊编辑的这份过程里面 提出他的批评 然后跟客人干嘛 没有随便讲 我没有什么批评 因为所有 所有一个新媒体的创办 他一定有两个关键的要素 第一个是行动者的决心跟意志 就是你脑海中有一个蓝图 而且这个蓝图 好像已经成为你生命叙事 不可能 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你如果要继续活下去 你就必须要进行这个创业的行动 所以这个是行动者的意志 第二个是外在环境的结果条件 所以外在环境结果条件就是说 读者所在的社会 当然读者并不是一个独立意志的行动体 我相信如果各位来哲乎常常听的话 你大概不太相信绝对主题这件事情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社会人 其实你背后有非常非常多有形跟无形的动机驱车着你 所以这个广义的讲的说 读者背后的这些社会利益 就是我所称之为的结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 纸媒的社会结构 因为曲忠他是我爬山的好友 所以我们其实在爬山的时候 他已经跟我讲过 他在中央编辑创看之前 他已经跟我谈过很多这些 那我也泼过他很多冷水 但基本上 行动者就是有这样的潜能 就是说 行动者是透过各种冷水才出现的 你如果 不经过那么多冷水 你的行动的抑制 背后那个作为生命叙事骨干的那个 那个要件 就不够成立 那我迫害他的主要的冷水主要是这样子 第一个是说 苏位时代的到来 大家很直觉的反应就是说 纸媒会消失 其实我是不赞同这个论点的 我基本上认为说 苏位时代 我也是苏位时代的创办人嘛 对不对 我是1999年创办了苏位时代 事实上我还是博快朗路书店的创办人之一 就是张念力的太太是我的同伴同学 然后我在1996年就创办博快朗路书店 我还记得 因为那时候我跟陈敏的吴先生 关系有点特别 因为他那时候的文章都是我帮他写的 所以他爸因为我去做不快朗路书店 把我叫去深深的指责了我 就是说 哪一群完全不懂书的人 你怎么会帮他工作呢 我那时候记得跟吴先生讲一件事就是说 讲以后所有的人都是在网路上工作 那所有的买书应该是通过我们路而来 所以我建议吴先生他应该 好好的成立自己的网路书店 那一辈万一有不死之心这样 结果2011年的时候 博客网路书店总销售两个超越了产品 实体书店全部的销售量 那现在博客网路书店是全台湾第一大书店 好 这个是题外话 我说在那一个时间点 我们刚 苏维世代刚刚萌芽 就是说曲弓刚进去代理Netscape 我记得那时候王景在台湾刚出现的时候 全台湾的用户数非常非常少 我们还用播接上网路 然后等他那个首页下载完 那不是有十几个游览器吗 包含麦哲伦、Linecos、雅虎也在里面 全部下载完大概你泡一杯咖啡回来时间干嘛 但我觉得那个时代 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后面的时代了 假如Internet把全世界的人都连结在一起 我们可以讲说 所有媒介过去的角色都要被重新评估 那讲这个之前我先来讲一下 我不能够看坏纸媒的道理在这里 假如我们获得讯息 现在主要有两种媒介 一种叫Panel 对不对 你现在看手机看电脑 比如Reading Panel PANEL 我们就是看液晶的写字幕 然后另外是Reading Paper Paper就是音叉评 那我其实做一个 阅读生理学上的一个提醒就好了 我们在读Panel的时候 你知道液晶显示一幕 它是液晶正列扭曲之后 后面的光透 所以后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强力的 螢光灯在后面 所以当你在Reading Panel的时候 你其实在读太阳 他是主动光的 可是当你在读纸的时候 你是在Reading Moon 你在读月亮 月亮不主动发光 月亮反射了太阳的光 对不对 所以当你在看月亮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非常的久 而且当你在看月亮的时候 你可以有非常Romantic的 各式各样的想法 你可以写诗 你可以思念你的情人 你甚至可以唱出 月亮代表我的行动 但是你不太可能唱出 太阳就是我的行动 所以当你在Reading Panel的时候 你注意他网路上的行为 所有的网路上的Message 都不可能唱 你不太可能在上面读矿操的人 对不对 如果洛宜君是一个网路的小说家 他大概就再见了 Reading Panel 它的讯息要非常短 而且在Panel的每一个scroll之间 你眼睛需要很淡的修行 所以 当你读完一个 一个极致的阅读量之后 你只要点 你就是要hyperlink去别的地方 在那个连结的过程里面 你眼睛得到修行 所以在Reading Panel的讯息 有一个生理学模组的状态是 他一定要要求短 一定要要求直接 一定要要求及时 而且最好 最好要有画面 要有影片 所以为什么 你也看到非常多 我们现在的媒体网站 他们最后转型 都会想办法成立一个 一个影视制作部门 想要提供影片 因为影片 当你在看影片的时候 影片不是一个单调的 白色的背景 覆盖头色的黑色的字 因为白色的背景 头的黑色的字 你是眼睛承受到90% 太阳的光 但是影片 你看这个影片 他有按捕 他调节着你的眼睛 所以为什么 所有的媒介 电视新闻媒介 像Mirror Times 像Guardian 现在 他要尽量把他的文字里面 加入隐私的媒介 这个道理就在 这并不是说 更Infotainment 不是Infotainment 而是 要让你的生理上 或者休息 所以 你这样看过来 Paper它还是 是某一种特殊阅读的 最佳载体 当你要 Lost in something 当你要 迷失在某一个想象里面的时候 独知的可是最好 所以 數位时代的到来 它应该其实是 阅读的分工 重新编组 有某一部分特别的内容 会进到 Panel的世界里面 有一部分特别的内容 它还是会留在Paper的世界里面 那 比较悲剧性的是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 应该留在 应该是让Panel去展现的 它现在却还在经营的Paper 这比较悲剧 在我看来 应该所有的报纸都 在未来两三年之内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告别式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报纸这件事情 它是在89世纪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里面 最经济的一种 每一届的散播方式 因为它透过海德堡的印刷机 然后最便宜的纸张 透过一个急公司 急公司的吞工网路 在火车所能搭到的 边界里面 它比人们知道讯息之后 最快八个小时内 到哪里的手上 所以报纸永远是事件发生后 极致八个小时内 可以处理的一个媒体 那这个在网期网路出现之前 它的力量是最大的 所以 刚刚曲通讲到独卖新闻 独卖新闻在全日本 我在92年去采访 东京这个城市的时候 独卖新闻在全日本 应该有八个到十个以上的印刷厂 所以它基本上 比如说你在福岡那边采访 就是在九州边的散播 它透过卫星 在隔夜把东京 这个总编辑部的所有的版样 传到各个分部的印刷厂 自版之后 在当地印 然后用当地的火车印刷 也就是说八个8 hours 是早报的极限 就是事件发生到被处理 是八个小时 晚报的极限是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中午十二点降板 下午四点 大家可以拿到包子 这个是在 我们讲说在网期网路出现之后的 每一届的最佳的状态 那网期网路来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新闻 都是及时处理的 我们怎么可能还可以迟到 四个小时到迟到八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报纸作为一个papers的阅读本身 他跟着我们的人口学的 自然标语的速度 自然往下降 我相信各位 年轻人现在 你们还有定报的 其实几夕迷 已经几乎没有了 像我儿子可能 他昨天在帮我包书 要送去Taxe 我有个旧书要去处理 然后他说 我找不到缓冲物怎么办 然后他灵机一动说 好 我去SELF买报纸 所以说 他是买报纸 走回来把它当作填充物 包着 叫新读后印 进去Taxe 因为我有很多的 二手树要贩卖 这是他接触报纸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阅读的分工里面 报纸作为一种 旧日的媒体 我觉得他的存在的条件 结构性困难已经 非常非常明显 他大概很难维持下去 那我怎么来看看 周看编辑 这个当然我这边也有跟曲忠讲 我对曲忠做的事情 其实 并不那么悲观 哪有很多的挑战 那我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刚刚讲 纸媒跟 跟这个 这个Panel媒的 重新分工的时候 我们 其实也从来没有去想想看 那属于纸媒的媒体 该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属于纸媒的媒体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必须有一种能耐 就是说 它吸引你reading 然后 也让你在non-reading的时候 可以停留在哪里 当然 这个有点抽象 就是说 我们常常 读很多东西 我们并没有离开它 可是我们已经离开了字句 那这个回到一种 阅读的现象学的探究就是说 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把字直接吸收进来 放到脑海里面 我们读了它 开始跟我旧有的一个自我 有一个内在的对话 这是 这是Hannah Allen 讲的 她说 你其实一个最孤独的人 你其实最终都不是孤独的 因为你永远有一个人 inner-self 有人在跟你呆 读书尤其是如此 当你在读 你读到某个内容的时候 这个内容其实跟你既有的 那个旧的自我 其实就在当下对话 它这个对话 不一定那么理所当然 有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困惑 有时候要推理 有时候你要透过一些想象力 来帮助你过这个观看 所以你在reading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些 non-reading的部分 你不进行下去 可是你仍然停留在这里 那你停留在这里 你这个整个版面 要让你停留的地方 所以 你不觉得吗 就是说 当你在读大志 我后来 我跟其中一起参加实践的 那个 他们叫大书学 所以你亲自 老师办的大书 最后一堂课我讲的时候 那个小友智老师 就是建筑系的系主任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为什么 我 我的power point 跟你的power point 做起来 感觉起来都有点设计感 我跟他讲说 你一定觉得我们留白比较多 你留出很多的空白 空白就是 你要让一个阅读者在那里 他的non-reading的time 可以助流的地方 他在那边休息着 喘息着 正在跟他 刚刚阅读的 那个字里堂建的一年 他正在酝酿着 要怎么样跟他 就有个自我对话 等他 摸清楚理解了 理顺了 他开始再进行下一个部分 那我会觉得 周刊编辑有意思的一点是 他虽然采取了报纸的形式 但是他 你不觉得他其实是 anti-newspaper的 paper嘛 对不对 所有的我们的 传统的报纸 特别是你看过苹果日报的人 你都知道 在单位面积里面 塞入最大的讯息量 在狭小的空间里面 把它变成饶河街夜市 这个是 所有的报纸 他要达到 某一种最大销售量的一种 美术设计手法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很简单 也就是说 所有的报纸 他在线的那个视觉风格 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最好是无缝的眼前 你说他不会觉得 报纸是一个高高在上 有善而下 威权教导的 严肃的媒体 报纸最好是 就是你跟街头下尾之间 你拿到的 虽然看不一样 他跟你是站在同一个 知识水平线上 我记得黎智英那时候 在我创办数位时代的时候 来参加我的编辑会议 他听完我们整个编辑会议的时候 眉头大走 他当然后来讲很多话 他说最后送我八个字 当作八字箴言 他说 只求传真 不求高深 你知道 他觉得我们是一个人 非常 当然那个时候 你知道1998年 网际网幕的年代里面 所有的网际网幕 对大家来说都是很陌生 你要跟他讲 这个 一个bit里面有八个byte 这都是非常非常高深的事 他那时候讲这句话 那 我那时候其实觉得不以为来 不过后来现在回头想想 确实是如此 因为 一周刊跟苹果日报 他一度在台湾是 改写了所有销售量的媒体 那当然 如今回头看来受到冲击 最大的也是这两个媒体 因为在数位化的过程里面 这两个媒体所承载的阅读量 快速的被网路跟其他的媒体 稀释 那 我在回头还讲 周刊院我为什么觉得 这有机会 我刚刚讲到 纸跟Panel的分工 可是 我没有讲到 读者世界里面也有一些感觉 我在网际网幕时代 我自己感觉有一个 非常非常明显的两个趋势的拉筹 一个叫Dying Mass 大众的死亡 你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譬如说 在我经历的九云年代 我们 有太多的唱片专辑 销售是破一百万的 从张学友的文秉 文别 张伟妹的姐妹 你现在在21世纪 在台湾你任何专辑要卖超过五万 都很困难 对不对 从五月天到 你现在想到周杰伦 都非常非常困难 为什么 并不是说 他们的音乐被 上网被稀释了 被大家Rip转来听了 重点是Mars已经不存在 你现在已经很难想到一群 很强固的一群乐听人 他执着地读着某个媒体 Dying Mass既是常态 那报纸其实更是危机重重的 但是另外一本就是 我把它称之为崛起的小众 叫Emerging Minority 有一群 这个读者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他有零零星星的一种 部落式的分散式的需求 那这部落式的分散式需求 他在目前的所有的媒介市场 没有这样的供应 媒介市场旧有的产业规则 也不容许这样的媒介出现 比如说 过去的老媒介 其实高度仰赖广高 所以你没有发行量 达到一定的分量 你没有进入媒体购买公司 经过一年以上的screen 得到一个reach rate 那个数字的报告 你没有A.S.Nielsen的数字 你就卖不了广高 所以那这些零零星星的小众需求 怎么办 那你就必须要有一种 新的创业家 透过trial error的方式 慢慢慢慢找到一群特殊的反送方法 我觉得其中的大致是台湾的 emergent minority里面第一个成功的例子 就是说他找到了新的工业生产方式 他不透过广告作为主要的营收 他也不透过传统的通路 作为主要的distribution的发展方式 大家知道 你要透过传统的distribution方式 就是你要付出30%的服务费 你知道吗 你只要进到7% 你就要给他30的钱 而且你卖不到一定的数量 他还要多增加你的物流费 所以你假如那种minority的杂志 你怎么可能进入7% 曲终的大致 我觉得它是台湾第一个成功的 emergent minority的trial error的产品 这个成功的经验让曲终 他大概有信心 或者是有一半的信心 他要来做做看编辑 那我自己觉得 中文运辑现在做到第7集 我觉得只要他control好 他的下面的那种 我们讲说financial的 这个所有的数字 这个东西他可以延续的 当然我也会有一些意见 实际上提供给他 我为什么会说 他有这个机会是 你把这个照片美女的报纸 看开来 你会发现他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是 这个报纸它是antimedia的media 你会发觉说 它几乎是现在针对台湾所有你看到的 你不太喜欢或者你讨厌的媒体 所设计出来的媒体 你会觉得所有你讨厌的东西 比如说 对于明星内幕的追求 对于某一个立场的强烈的坚持 然后不做任何查证 你会立刻进行道德摩人式的指责 对不对 比如说所有 所有你讨厌的媒体的东西 在这里完全没懂 他做的是一个antimedia的谜点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第二个是 我说它是一个emergent minority 台湾的乐听市场里面 有一群越来越多的 个体化的阅读者 所谓个体化的阅读者 是他在读东西的时候 他不是被动的接受资讯 他希望这些资讯跟他自己 就像我刚刚前面 产生一种阅读的东西 那这样的读者 他非常concern 所有乐听媒体的版面设计 大家知道 当你看他一份报纸的时候 你从开始读到最后 是一段时间 对不对 你大概报纸而已 你读下来 少则要10分钟 多则可能20分钟30分钟 那这10分钟 里面你怎么样有松有紧 有紧张有放松 那有悬疑有超凡的想象 所以这一大的版面里面 他就像是一个新的知识阅读地图 你在这里面接受编辑的摆布 然后最终享受到一个时间的历程 和一个我们想说阅读高潮的出现 那在台湾目前我看媒体的演变趋势里面 几乎没有媒介去考虑到 个体化读者里面 在阅读的时间里面的时间控制给安排 中看编辑是我 就像我太太 我太太是帝户 我太太说 这个报纸一拿起来很不亲民 因为非常软 一拿去就摊掉 然后对我们这种老花言的人 又很不便利 因为字很小 可是他在补微距 他说 可是我看了一下之后 居然我还精精有味的可以看下去 这个道理就在于说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其实是渴望的一种媒体 这个媒体是能让你在阅读的过程里面 不断的能够跟自己真正的自我去做对话 当然这所有选择的议题 必须要有很有关联 可是又不那么直接的跟社会的那个关系测在一起 所以他要有一种非常中庸的编辑技巧 我是觉得曲终从选材到他美术的设计 他都有用到一些俗理的技巧 他留给读者非常非常多的空间 让你在治理行间可以驻留 这会让他特别去找的外部的插画家 摄影家 然后他选择的一些特定的媒介所产生的一种有疏远性的议题 综合在报纸里面产生一种独特的美丽 我会觉得他具有这个时代的 那接下去他能不能走不走的程 那这样反映在曲终他是不是能够跟这个台湾崛起中的这些个体化的读者 他们的生命需求更能够贴紧 那如果能够贴紧的话 他就有可能变成 在60年代西谷出现的Hobus Cadillac 这是曲终 我自己觉得曲终他有一种特色 就是说他试着想要把所有的内容回到一种 台湾的前知识的状态 我们现在台湾其实大家都是网路的 上面的游民嘛 你对所有的事物的了解 其实都已经有网路帮你建构了一个小的知识体系在那里 比如说现在 这个一粒一修的修恶正义 就是很多人做了懒人包 帮你建构了一个知识体系在那里 要让你用某一种特定的眼光去看地体 但是曲终他尝试着要把这个展断 要你带回到一种很原初的状态 也就是说要让你变成一个现代的鲁冰群 你要从身边的工具 非常经验性的认知开始 然后去建构你对世界自己的观点 我想这个是周刊编辑他的 独有特色之处 所以我大概稍微解释一下 讲得非常好 大家掌声一下 现在虽然我们应该留在感动之中 我们就可以慢慢回家了 就不用继续再谈了 那我当然是 我觉得刚刚 詹卫雄老师其实谈到很多 非常哲学的东西 时间啦 自我啦 真身的自我啦 然后他也提到一些想象力啦 空白的部分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今天 曲终老师还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概有一个 有一个企图心吧 他好像内在在跟你那种想象力搏斗 或者跟那种 也没有那么悲苦啦 因为他利用了所有的 可能性的 能够吸引别人的方式 然后可以不妥协的方式 来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 我觉得这是非常 让人家非常感佩的题 或者说 这件事情其实 是 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 就让 去想象这件事情 不是在 那么的 那么容易的被 跟现实妥协 就是说 有想象力是应该的嘛 可是我们现在就变成说 我们要有现实感才是应该的 可是问题 大家都知道现实是什么 可是我们缺乏其实是想象 都不是一个现实感 那我们现在就是开放 几个问题 明后我们现在的时间 咖啡碗 我们应该可以待到10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再多一点半小时 让大家可以问个问题 然后现在我们先开放三个问题 然后 每个人一分钟好不好 然后简短了 看你要问上面的 台上的两位 对主讲跟余谈者 看有没有 签三个 五六 有问题 有 一 好 二 好 来 三 来 我们先从最后面开始 好 一分钟 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 你的内容里面有关于万文编译 跟独家新闻的比例 是怎么样 你如何拿捏 是怎么样 你如何拿捏 再来 好 没事 没事 他们会帮你去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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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说 因为 刚刚有讲到说 那个anti-media 的那个 的媒体 然后 但是我想 一个刊物他不可能完全没有 对议题的立场 那 我比较好奇是说 如果在 伙伴 或者是说 合作对象 在某些议题的上面 在立场上面 有没有经历 经历过一些 比方说 增值 或者是说 妥协之类的 挣扎 跟取舍 这样子 然后 还有补充 可以再多 补充另外一个 就是说 刚刚有说 因为有 募资这个部分 那 因为 贩售员 他们的收入 是来自于说 就是这个 贩售的 那个 分层 那 用募资的这样的形式 会不会对他们造成情况的影响 我以为 其实我们可以加码 加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听到吗 加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贩售员 他们本身有没有 收到牢基法保障 也可以嘛 对不对 这个问题也可以去思考 当然不见的是他们的 这个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事情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说 透过一些 牢基法啦 透过这些方式 可以形成一个安全的体系 形成一个安全网 能够保护到那些在工作的人 然后这个 当然可以记得过 好 第三个 来 不好意思 就是那个 我问题没有那么 关于专业的部分 就是我想要问说 就是 老师对于周刊编辑 就是 另外一位老师 有对周刊编辑 有各种 就是 很 很 我觉得很 很 令人感动的描述 那我想问老师 只有自己对于 周刊编辑 就是 他的 终极的 理想 就是说 他可以为台湾带来 就是 他可以做到 什么样的功能 还有就是说 不看编辑 现在 遇到的 平均 那就是 你们想要 就是你们想要做出 什么 做什么 就是你们下一步的计划 是什么 他要做 然后他会说 就是 你们怎么做到 平衡报道 就是你们自己内部 是怎么 编辑的 对 大概是这样 好 谢谢 三个问题 好 都对其中文 编辑 编辑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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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外面 外面 内容的比例 下面 目前中央媒体整个的比例 下面 我们有取得 两家国际媒体 就是牛死跟味道的授权 另外 我们有大概 五十几位的外导作者 那 其实 这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 其实这不是我 一开始 内容规划的 原型 那我还在 从那个原型 在努力 我所谓的原型 就是我会希望 有三分之一是外导 三分之一是授权 然后三分之一是 自己内部的 产制 彩编 对 那其实 自己内部有 记者或是彩编 这部分 对目前我们整个 移民的状况来看 是 负担太大 不是我们目前 能够做到的事情 那 以外稿跟 授权的部分 至少在整个 内容的取得 产品上面 是我比较能够去衡量的 所以才先从 这两个部分去切入 对 不过我们未来 还是希望说 有机会可以 走到那个 其实 其实真的 包括你目前看的 周团媒体真的是很 对我来讲 真的是很 粗实的状态 因为其实 它 包括它的发行周期 现在还是只能 比每个月发行 那我们希望说 可以逐步 变成是 双周 最终 我会希望是周团 那我们知道 其实经营一个媒体 光是 发行的周期 就会影响你的 整个内容的取向 我觉得还会很大的 因为一个月的 新闻的消化整理 跟两个礼拜 跟一个礼拜 是完全不一样的节奏 那我相信 如果进入到周的话 它会用 目前现在的社会 和连结度 或是生活的连结度 衣服的连结度 可能会更新一些 但是目前看到 大概就只能用 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第二个分析的 时间的 对于内容 有什么 内容上面 其实一般来说 这部分也发生在 大致是一样的 大致 除了主题 是由你的六堂 自己做以外 其实 还是一样是仰盖 大家二级外的外稿作者 那怎么样 在这样一个外稿作者 的稿源的情况之下 又可以 维系住同样的价值 体系跟方向 那个一直是 我确实是 目前媒体要去 能够去 可能做的 就是 你在挑选 哪一个外稿作者 然后 通常会去看 它以往的文章 它的报导方向 以及 它有可能 背后所承载的价值体系 然后 那个价值体系 跟我们目前这一份康物 或是我们对 世界的方法所说 想要去主张的 是不是比较贴近的 那就会变成 我们要不要去 腰口的一个 依据 所以 所以虽然我们都是 来自各支部 一样的 也好 或是媒体也好 但是 在基本上 你会看 其实它里面的价值感 的冲突性 可能不会那么大 但是 我们知道现在 媒体的状况 就是 你会觉得价值感 是非常困难的 可能它这篇 在报导这个 价值取向 你翻到下一篇 之后 完全是另外一个 价值取向 那对我来说 它是完全没有一个 核心的概念 在 在运作的状况之下 去做的处理 所以 这个部分 所以 再回归到说 我们的编辑本身 因为 当然还是一样 我们找编辑 当然还是会去 聊过沟通一下 对 的一些方式 但是 大部分 会有 衝突的是 对某些事物的认知上 但不是在价值上面 对 然后有时候 稿件过来的时候 反而他们会 因为大部分的稿值 其实都先到 要编辑那边去 而他们 也会适度的提出一些 说 他觉得这篇稿值 可能有些问题 在 我们其实 曾经会发生 类似这样的 然后也发生 说 那我们可能就不要看灯 对 就是跟我们说 呃 这个问题 跟之前 我们大致也有碰过 就是 譬如说 好了 如果一个外导 他写了说 韩国人 最近宣称 孔子是韩国人 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其实一点都很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 孔子是哪里人 孔子是哪里人 绝对不会是 我们在判断 孔子他所能够 待遍的价值 或是 他永远后面的一些 什么样的观感 也有判断依据 没有人可以 选择自己出生的地方 才是有那么一样 所以 不管是民主或是国主 这个议题 或是以这个为 判断依据的 那个 其实通常 都不会是我们 特别想要去关注 或者处理的问题 对 就是类似这样 对 好 还有另外一个 对于 范寿源 对 范寿源的部分 因为其实 我们有讲过 其实大致还是 为期限额的状况 在运作 但是 中端边景是 成立另外 一名的公司在运作 所以 中端边景基本上 我是把它当作 是一个 纯粹的媒体 那大致 还是维系者 虽然一部分的 零售是来自 大致的贩售人 他们还是可以 批看 那个中端边景 但是以目前的 运作状况来看 他们其实还是 以大致的贩售为主 他们批 中端边景的量 其实 怎么讲 远比我们想像的 要少很多的 那我觉得 这个没办法避免 因为 还是这样 其实人 他的工作上 他会形成一定的习惯 那这个习惯 那这个习惯 其实在我们 本身经营大致杂志的时候 就会常看到 我讲的常看到是 像我刚刚有讲到 那个福导盒在 他是大开本的 所以我们有 那时候有做 不知道有没有做一个 厚纸板 然后就夹着 他只是比我们 原有的大致杂志 再高个 高个大概一两公分而已 他们就一直在抱怨 所以这个大小就是 跟他们现在的带子啊 他们那个皮革啊 所以 大致是一个很奇怪的 就是我们会很在意 书记杂志的重量 跟他的形状 所以有些广告厂商 他们想要 一些试用品 只要不是那种纸张的 或是这样的 通常我们都会拒绝 对 然后我们在挑选纸的时候 也特别会 会去挑选说 那个浮动性不要太大 那个重量不要太重 因为 那个杂志其实 书记其实都是蛮重的啊 一到二十本 其实如果每一本 再多个几刻 或怎样去累积下来 也是会蛮重的 所以我们都会在这种地方 会会这样的要求 对 现在谈了很多细节 刚刚他讲讲 你有没有什么内心话 你现在问 内心话 对啊 这个你想把他想象成 把周刊变迹想象成一个 你这个很像彩虹 想象成什么样子啊 我觉得 老实讲其实周刊变迹之后 还是会有数位的媒体 但还是一样 这个数位的媒体的经营 不是我目前有办法去处理 跟有足够资源去处理的 那我自己回归到 刚刚刚有讲到一些 就在阅读的一些 转折或是一些看法上 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准备就媒体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 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 整个媒体的 应该说媒体的状态 使用情境都会有所改变 包括在1970年代 那时候 电视广播刚起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新的媒体出来 其实那时候 其实我常看一本 是那个 他在讲牛时整个发展的历程 其实牛时在那个时代里面 不只是牛时啊 在那个时代 其实很多报纸都非常的紧张 他们觉得说 电视广播出来了 一样的 读者的注意力啊 会刮分到那边 而且那边看起来 就比较好看 比较吸引人 他们会担心说 他们整个月报率会下降 所以他们那时候 其实也有做一些 想要去调整 比如说牛时加很多 软性调的新闻 所谓软性调的新闻 其实就是 不外乎生活 科学 然后 时尚设计 这些在传统的新闻认知里面 他们觉得那是很软性调的东西 但是他们在1970年代之后 就陆续把这些版面 把它开出来了 对 那 所以我讲这个是在于说 其实 在各个阶段里面 都会面对到现实 环境的一个转换 包括在网路数位化 数位化跟网路化之后 其实还是面对到同样的情况 只是我一直觉得 在以前啊 没有数位化之前的时代里面 值得每一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资讯传递的一个角色 因为没有任何人 可以从其他地方去取得这个资讯 所以任何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想要去做一个媒体 我只要把资讯把它整理好 然后把它 透过不管是杂志或报纸形态 把它录出去 基本上可以满足大部分的读者的需求 但是随着网路的兴起之后 数位化兴起之后 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整个媒体的使用情境 或是 读者对这个媒体的接受的感受 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如果单纯只是传递资讯 我就上网去Google就好了 所以它不是只是单纯 资讯这件事情 所以 为什么我觉得 紫子的媒体还有它的重要性是在于说 通常我们其实背后是有一些观念 或是价值体系想要试图跟读者沟通的 但是数位媒介 它或许不是一个那么 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但是它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在 因为数位媒介它的互动性 那个它的即时性 跟它的影音部分 那部分你还是必须要去处理 因为任何时候有些重要性的事件出来 你必须要让你的读者第一手知道 所以看起来会透过数位媒介 它不会透过紫媒 但是如果说我希望说 传递出于自信的理念或是观念也好 我觉得透过紫媒是最容易沟通的方式 至少以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来看 因为一样啦 我有时候会讲 就是人是物理性的东西 那有时候你在看的东西 你会把那个重量感 会一并被 跟着阅读内容的同时呢 会把它带进来 对 然后另外呢还是一样 其实任何的阅读版面的工程啊 有它的道理障 就是 你一篇很好的文章内容 你放在一个很烂的版面上 其实你就会降低了 读者对这篇文章的感受 跟重量感 那是很直接的 所以当你决定说 我要选用这篇文章内容 你当然一定要透过 比较好的一个版面形式 去让它的重量感 可以确实的传递下去 那那个呢 认同感跟 对内容的信赖感 那个其实 真的是非常难 透过数位媒介去处理的 就是它没办法处理 我假如没有办法处理 就是 譬如说好 这摄影作品你真的很喜欢 你很感动 你想要把它张贴收藏起来 你是没有办法 透过数位媒介去感受到的 对 你不能把它贴在 你的墙面上 你不能上面做涂鸭 就算你反备 它也不能把它扭掉 所以意思是 那个物理性 其实是很难被取代的 所以一个媒体经验的角度来看 数位媒介也很重要 实体媒介的图表来讲也很重要 那只是说 各自有各样的分工 跟它的 通通的一个形式在 那我都觉得 以现在的 媒体的角色来看 这两个部分 或许都 必须要有些 有些 预悟才好 对 然后另外还有 我要给你提示 一个美感的 体验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 美感体验的 传递 我觉得很 很 或许有可能是 目前大部分 媒体都没办法做好的部分 因为他们的美感体验 或许已经比较是 前进三个世代的 一个美感体验 但是以现在的角度来 对我来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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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年轻的世代 他们不管是 透过网络的关系 或是整体环境 有逐渐在提升 就是美感体验 在提升的关系 的确他们对 内容 对版面 对摄影作品 对插画的 那个 那个领受力 普遍是提高的 你不能看中 过往那个 好像只是要补个图 补个摄影 那种方式去处理 这些东西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是很难 去跟他们接触 跟沟通的 所以那个部分很难 那我觉得 以目前整个 全世界的媒体来看 我一直觉得 扭食 我一直觉得扭食 他们不只在文昭 我刚刚也忘记讲 是他们不只是 看这个软性调的 新闻 同时呢 其实 他们在整个报道的方式 就我们自己在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正直的那种 发言人员 我觉得扭食的文章的铺层 跟报道 真的是蛮厉害的 它就是有办法 写的 让你可以看得下去 因为有时候 它长文 七八千字 你还是有办法把它看完 那个就是 考验记者的功力 对 所以 然后另外再加上 我觉得扭食 它整体的 性质的美感 一直维持到一个 非常高的水平 所以你看 最近这三年 近三年的鼓立枝的 突发新闻 圣语奖 都是扭食的 特色人士拿到 然后他们 你去看 他们在数位 新闻的一个尝试上面 他们永远是走在最前面 而且 不只是走在最前面 就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画面 这真的很厉害 这真的很厉害 我今天没办法讲 我也是 那个东西很难去 很难去讲得很清楚 或是复制 因为那个 的确要有 蛮高的掌握力 跟资源 才有办法做到 对 好 好 我们也看到了 某一种 或某些 物质性的方式 试着去打动一个 心灵的层面 因为 我们现在其实在 数位时代里面 其实我们虽然 很有精神性 但是 那个精神性 也充满了某种虚构 去除掉 物质性的那部分 那我们当然知道 本来我们都是 觉得说 我们不需要了 这些东西 可是比如说 美感的传递啦 或者是 光是 全部都是 视觉化的东西 挺停留在视觉 跟观念性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 完全的满足我们 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 可以去思考的 或者说 在做这个 杂志或报纸的时候 这个东西 是不是那种 物质性的那种 报纸本身的 已经不再是一种 从便宜的方式 可以传递训情的方式 透过这个 物质性的改良 然后改变 或许还可以 召唤回 一群 类似恋物的 一群人 可以回来 回来到这个产业里面 那当然 我们也可以去思考 我们再三个问题 好不好 1 2 3 好来 抱歉 因为等一下还会有点时间 那 比较熟的朋友 我们就 先留给大家 你好 刚刚讲到 前面提到 那个 永续通往爬山 那我先直接一下 就是我会想做国外扶持品牌 也是很参类的 那刚刚讲到 我会来就是因为 看物的问题 我觉得 我对我品牌里面的传达 很重要 如果我有能力 我也想要透过一些看物 那是在我在国外一些品牌的时候 可能他没有做这些东西 所以刚刚讲到 一些 我认同现在的 纸张的报纸使用 那个感觉 绝对是跟 使用电脑是不相同的 所以 这是我听过 我很认同的 然后 第二个就是 我看一下 我怎么 会看到这个 那个 中判编辑就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那个标题是使用 突拉针的字体 还是 哪一种 我不确定 可是那个美感就是 让我有点轻騙 还有那个留白 还有 我看到里面有使用 红色的纸张 那是以前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轮動 金融时报才会使用的 我看到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 或许我这辈子在台湾 不会看到什么东西 我曾经在中国工作过 我看他们的报纸眼镜 他们周刊画报 进步得非常快 我觉得台湾的最伤 虽然我不喜欢路过 可是他们这个 游戏里面表现得很好 所以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要订阅 因为我希望他们的生存 我上一份喜欢报纸直播吧 它一定不存在 然后最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那这份报纸 它跟大致有什么区别定位 因为刚才有提到 大致是18到35岁的 那它跟大致有什么区别 市场定位 我刚才听到 它是不同的联系团队 那还有其他的就是 刚才有提到说 大致某种程度成功 给我想做这份报纸 可是我似乎 还没有仔细有提到 他的理念 跟他希望达到的一些 什么东西 当然我从你所 所有的美感方面 我可以感觉到一些 就是我刚才能希望 听到更多 谢谢 如果涉及到商业亲密 怎么办 哈哈哈 拜拜 刚才有提到 阅读的太阳 跟阅读的月亮 那 譬如说阅读的月亮 是你在 读那个字句的时候 已经脱离字句 但是还是眼目光 还可以停留的地方 是可以一种休息 跟一种思考 那 你对于电子纸 或是电子书 这样的东西的话 会不会觉得说 它没有办法做得到 这样的部分 还是说可以做得到 这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 就是想请问 就是说 在做这份新的 这个报纸行刊物的时候 是不是心中有一个模范 或是想要去 可能不止一个 就是说 它是不是有一个模范 或是想要模仿的对象 这两个问题 谢谢 或者是说 它可能带着某一种相仇 对啊 对啊 我们小时候都会把报纸拿来贴 拿海报来贴 现在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贴 要贴的话 就是自己去 大途因素 大途输出 也很方便 但是 只是说 会不会 不见得只是 未来性 它可能也包含了一个 它过去小时候的 童年创伤的威力 好 各位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 广义来说 台湾现在不管在 社会正义 观看心理咨询 辅导 或者人权动物权 環境权方面的议题上 就是有点 不太容易推广 那 就是 依照两位的 常年媒体经验来看 有没有什么是 可以去 加强的地方 还有我前一阵子 关注到的 比较多 资讯设计 一个 算是对我来说是 辅助性的东西 那它是不是 它能够如何应用在 这些 公益性的 议题推广上 甚至 推广上的意识上 谢谢 那我们就有 一三个问题 最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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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有点 我真的 不是 那个 真的记忆力 其实是不太好的 就是我 有时候 以前发生一些事情 而且 有些 会有记忆 在想的时候 发生了 有时候不太 那么清楚 一个是 一个是 区隔 好 我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但是 其实最明显的区隔就是 开本就是 对我来说 其实用杂志的形式 跟用报纸的形式 光是每一届的 不一样的使用 它里面就有 很大的意涵在里面 对 那如果硬要从内容上来区分的话 我会觉得 呃 当字的内容比较接近是 中刊编辑中间我们画面的东西 但是 太硬的东西 或太软的东西 基本上都不会出现在大字里面 但是 文章呢 基本上 没办法去超过三千字以上 大部分我们都是一两千字 就算是长篇了 但是 在中刊编辑里面 其实 那有时候上万字的都没有 太硬 你知识什么意思叫太硬 太硬 不是 就是 它的议题性 或是它的 文章的长度 议题性会不会像刚刚 你会不会讲 那个 我可以顺便回应 回应就是 诶 是这个啊 是不是 对 所以 所以其实是不一样 然后太软 比如说 一些食谷啊 饮食啊 山啊 我就不会惨害性 放在它这里面 所以 这些部分的话 其实 都是中刊可能它可以做到的部分 那 价值体系的部分 其实 我一直觉得啦 其实 大部分的一些核心的价值 都知道 就是 自由 民主 皇宝 动保 新权偏正 公平 正义 我们都知道 但问题 问题 问题 如果我一天到晚 跟你讲说 你要风景正义的话 你要怎样 就变成在 事变成一种 缩教的方式 那 所以有时候 我的确会 有没有感受到 一些特定 一体商业的团体 他们是主要强调这些事的重要性 但对我来说 这些重要性 本来就是不言之女的东西 那你太去强调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 反而会把一些排除在外 所以我会一直觉得 是在沟通 不需要沟通的人 就是 大部分人 会去看的 会去关心的 就是同样这一群人的 所以我就很难去接触到一些 可能对这个议题 可能完全没有关注 他觉得重要 那些不理事 他不想要一下子就 这么硬 这么批判式的方式去接触 所以那部分 其实做了媒体公共谈 我觉得 往往的确是困难的 那 我只能说 依照我自己的经验 或许在说 你看大致里面 嗯 老实讲 我觉得大致 这段面积都是很重的 杂志 它里面讲的 其实大部分 也不拖这几个核心价值 只是在于说 你可能要 按个方式来讲 或是 以事实的呈现 报道为主 然后在下标的处理方式上面 甚至说 你所选择的摄影作品 昌画作品的搭配 其实就必须要思考说 用什么方式 或许可以比较吸引到一些 对这个一体不感兴趣的人 可以来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 我有时候常觉得 其实 人之所以有时候 观念没有办法去改变 后来 其实是 是在那个同体性 或是有时候很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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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回归到 我一直觉得人的价值体系 一旦建立起来之后 要再去做调整是很快的 因为大部分价值观的改变 都只会发生在说 譬如说 好 外在的环境有很突发的改变 或是体制真的压迫到你的 大家都觉得 那些很重要 或是怎样 但是大家只会觉得重要而已 但是他如果这个手 真的伸到你旁边的时候 有时候突然 才会真的有一个 其实的迫切性 但问题是 大部分 没有那么丰富的人生 纪念可以出疫情这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 我们只能看 别人的一些报道 或是透过电影 我觉得电影 我会程度上 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就是 或是音乐也可能 就是有时候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可以 稍微 了解 或是能够 稍微 通理一下 如果陷入到 那个状况的时候 一个 感觉 那 随着这样一个感觉的累积 或许的价值体系 可以 开始去 撼动 我觉得这部分 某一层的时候 是跟我自己的 成长经验有关系 这一刻 回归到 刚刚有提到是 读者群的定位 其实 大致大概是18到35岁 但是中方编辑 我很 施心很希望的 把它拉到55岁 就是把 S跟Y世代 把它加在一起 那我一直觉得 S世代是一个 比较 夹奉承的世代 就是 包括它被取名字 都叫S 未知的世代 因为 我们就是夹起在两个 观念 落差蛮大的 一个世代中间 所以像我的同学层里面 有些人可能 还是非常注重 社会的和谐 啊 国家 主力 民主主力至上 但是有些人 很会从他来 比较个人 然后比较开明的 自由的态度 这其实这两个是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在里面 去取得一个平衡 或是 价值体系的转换 我觉得那一部分 其实 不是那么有力 但是 在S世代里面 我觉得大概 会有部分 是以 蜂蜜耳草的观念 会成型是这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的人 可能会 比较站在 这个部分 所以我会想要 然后我把它叫火星世代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世代 有可能在二三十年后 会 一起再默讀到 人类登陆火星的那一个 因为像是五十年前 然后那个小世代 他们 直接透过电视转播 可以看到 人类登陆火星那一个 大概是这样 我还有什么没有回答 然后 第二个问题 在做这个周端 有想到一个模范吗 我模范当然有啊 包括大致杂志也是一样 大部分我会看一下 那时候我收集了很多 日本的报纸也好 欧洲的报纸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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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英国的主要报纸 然后 像 等我那边有些报纸 等我有一些周报 然后 对 这边我都会收集来 然后收集来 其实 我觉得它的 就是单纯 从类别上 分类 内容分类上来看 我觉得或许它比较接近是 牛市的周末版 虽然我们的料 没有它周末版那么大量 但是 或许它比较接近 或是金融时报的周末版 没有可能 对 然后 所以会去看那个 然后 只是我们挑选两款 一个是蛋规于社 一个是 牛市的新闻纸 那会挑选两款的原因 是因为 蛋规于社 但是我觉得在整个市场区 有差很清楚 而且 它看起来很舒服 但是 问题是 如果我有比较多的摄影作品 或是插画作品 要逐利的时候 其实蛋规于社 是不是一个 那么样的一个载体 对 就是 因为它会失去白色 那失去白色 像我们 像 太空人在一起 我们 其实 依照我的想法 太空那一个 我会放在第一绕 它有可能放在第二绕 如果是以摄影作品分类的话 我会把它放在第二绕 但是 因为我们的白色纸杖 有限 所以我们那时候 稍微调动了一下 它的版面 那也是为了呈现说 因为 那个摄影作品 其实很不容易 它在NASA那边拍摄 七八年的时间 那那个白色啊 那个感觉 如果没有出来 我觉得它就会被 那个纸吃进去 所以 的确我们其实 都被用两种紫色去交杂使用 好 然后最后 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 等一下 等一下再可以再问一下 好 再这样 嗯 接下来就请 我要回答是那个月亮的问题 你也可以都回答 好 从月亮 到如何登陆到月亮 好 好 回答月亮问题之前 我现在帮我刚刚 对纸媒那个态度 再稍微 再 elaborate一点 嗯 嗯 它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 数位 媒介 取代大部分的 类比媒介 已经是 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所以 你也可以想象的到 数位媒介 现在是创业过剩的状态 而类比媒介 而类比媒介 是创业溃乏的状态 所以假如你现在要做媒介 你其实做纸媒 是你的黄金实质 我都只能这么讲吗 因为 你所有要做电子内容 我现在都已经在 都各在现场了 那纸的空间 其实是相对溃疤的 所以各位如果要创业 我觉得在纸的世界里面 其实非常清楚 当然你必须先对纸要热情 也就是说 你其实 能够在月亮中产生 失忆的人 才比较适合来做这件事情 我估计在台湾 未来应该会出现这道 50到100本 发行量大概在2000到5000 左右的杂志 那像过去 像天下 我曾经在天下杂志带过 我们发行量 只能到10万本一个月 那个 然后靠着庞大的广告颜售 来支持你的 年代已经过去了 那既然是一个 发行量2000到5000的 纸媒的年代 你本身必须要 就靠不靠广告 就能够生存下去的商业模式 你必须要找到 而且做这个事的人 其实你的外在酬长 一定相对不会像过去那么高 所以你的内在酬长 必须要非常非常高 也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 那个自我实现的成就率 会占据很重要的一个大力 那您刚刚提到那个 那个 这个 月亮跟太阳的问题 我刚刚讲月亮跟太阳 其实是 是你两个眼睛所面对它 产生的自觉的感觉 然后 你读 读太阳 那是一个 规格化的阅读载区 不管你是读 你读 iPad 或者是你读 Amazon的Kindle 或者是你读电脑的Panel Amazon的Kindle 当然有 有在这个视觉的舒适性上 做了很大的图获跟研究 可是基本上 我们在读一个小说的时候 我也希望每一本小说 需要不同的触感 对不对 不同的封面 然后不同的值的感受 那你甚至希望你自己 停在哪一点的时候 你可以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 你自己加一张钞票 像我通常都是加 一张钞票这样 因为你口袋一拿就有 马上就可以解决 你如果要掏一个书签 不容易 不容易会出现 所以 所以你卖二手书 那个钱 那个钱他就拿起来了 所以 你可以知道说 最佳做电子书的书 是什么书 就是说明书 烤面包机的说明书 对不对 电影箱的说明书 最适合做电子书 数位相机的说明书 最适合做电子书 因为我马上拿出来要看 我们读它 不需要有诗意 对不对 可是 小说在我看来 除非他是高中生 看了个罗曼史的小说 是强烈的要知道 爱情最后的结果 到底是结合还是分离 你对那个情节的要求 胜过一切 你这样可以用电子书来看 你要读马奎之的小说 你用电子书来看 我觉得你会丧失掉80%的乐趣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那个 你读月亮的时候 一方面是它反射的方圆 它光不会那么差 比较柔和 另外一方面是 你在那片刻与片刻之间 你容许自己想象力 如果以照罗兰巴特他讲说 一个像作者般的读者 或者是像读者般的读者 你如果是像作者般的读者 你参与到书籍内容的解构 以及再结构的那个过程 你一定是靠着月光看的话 那你如果只是读者的阅读 你只是想想会知道结局 那电子书 这个大概满足你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 所以我自己在看未来的 在台湾做媒介的 我自己感觉啦 紫媒的黄金年代才刚刚萌扬 只是这个紫媒 不是过去那种紫媒 现在的紫媒 你大概可以知道广告已经 现在甚至连广告公司都岌岌可危 并不是说不愿意把广告给你 因为假如我是 但是商品客户 我自己就可以去做网路内容啦 对不对 我自己成立一个粉丝团 我自己做event 我干嘛再去照媒体上面去投放广告 所以现在广告这个行业都 有生存危机了 所以 传统的紫媒的模式 大概已经不完 那你现在我觉得 这个全世界有两个你可以注意的杂志 在我看来经营得蛮成功的 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少 那这两个都是网际 网路年代诞生的紫媒杂志 一个叫Monaco Monaco Monaco在我看来 它就是一个integrate 加上一个非常高端的编辑意念所组成的资本杂志 然后另外一个是King Folk 这个是创根在美国波特兰的一个lifestyle杂志 King Folk 它的主旨非常非常的明显 也就是说 新的年代 我们需要一种更聪明的生活 这个聪明的生活它也包含着美学 那刚刚这位听众你提到的 关于登山啊 outdoor 这个是正在西方世界里面 芳心慰爱的紫媒创业浪潮 在我目前看起来 因为我是一个Parsan人 所以我只要出国 我只要看到这个杂志都买 基本上在英语世界里面 至少有十到十一本 是在过去五年里面新创的 有关于登山跟outdoor的杂志 甚至你也可以想象的到 未来我们 我们想象过去的杂志的主流的内容 是政治 经济 社会 那些严肃的意义 未来杂志的主流内容 在我看来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 成为一个更好的现代人 那这个在我看来是 是一个我讲说一个第二次启蒙的过程 然后我们说第一次启蒙 是你总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行为的主体 第二次启蒙是让你自己成为一个生活的主体 所以 怎么样让你都经过自然 经过经验 让你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自主意志的人 是这个社会内在的主权力 所以今天回答你的问题是说 当你在想说你要推动社会议题 为什么这个社会没有反应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是说 这个社会它有一个集体的内在自我要推荐 你的议题不在他们的议题上 所以当你要推动你的社会某些议题的时候 你不能想说你要强加在这个所有的社会身上 你要进到社会集体叙事的主权力里面 把你的事勾连上去 变成大家成为那个理想的集体自我里面 你的这个任务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重点是在这个 我觉得中开面已经做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在非常吵闹的台湾媒体世界里面 我有一个安静的 让我可以思考我自己的一个媒体的空间 所以这是我不想说其中有意 但是我觉得在目前台湾的阅读世界里面 它是一个疏异而独特的存在 对不对 怎么这么会讲 对不对 我们都要反省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 是如何被太阳光灼杀 我们连月光其实都没有看过 所以大概非常欢迎大家 今天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实力要离开这个地方 那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如果你们有办法留下李曲风先生 或詹美雄先生在包围他 问他一两个问题的话 那就是大家自便 然后就 我们今天还是非常谢谢他们 愿意来跟我们分享 请大家再给他们热烈掌声 那我们这次呢 为了这一次的活动 也要谢谢林隆军女士 小姐 来 大家 大家帮他鼓掌 谢谢他一下 我谢谢你 谢谢人 谢谢你 请你 谢谢 谢谢大家